1983年3月20日 明州封面报导 身在美国三藩市的妙牵人 接受本刊《月阳电话访问》 亲口证实在两个星期前 与导演王荣正式注册结婚 由于妙牵人想低调处理婚事 事前只是通知了妈妈 所以没有邀请香港亲友出席婚礼 1982年 妙牵人搬到三藩市居住 吴正元当时就在美国待产 妙牵人和他一起住 在朋友的介绍之下 认识在荷里活开始有名气的王荣 王荣在香港出世 1967年移民美国 他的知名作品有《喜福会》及《芳心天涯》 妙牵人和王荣性格相近 他们拍拖三四个月 妙牵人就答应了对方求婚 在市政厅举行简单的婚礼 只是邀请了几位好朋友出席 妙牵人也在王荣的作品点心亮相 之后每一年都有回香港接戏 拍过《倾城之戀》及《女人心》等电影 1986年还凭最爱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1991年拍完《明月》何时有之后淡出 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游说妙牵人复出 不过都被他一一拒绝 他一直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 唯独只爱黏着老公王荣穿梭各地 聊戏、开工 他总会相伴左右 结婚至今39年 婚姻未满 1976年未满18岁的妙牵人参选港姐 以大热姿态获选最上镜小姐 当时无线正筹备开拍长篇剧《狂潮》 看中了他在瑞士留学回来 有番书女的气质 就找了毫无演出经验的他 饰演《情思佳一角》 结果一炮而红 他之后亦都参与拍摄《甜者怡》 和《网中人》等剧集 但是拍《网中人》的途中 就以健康理由辞演 他在剧中饰演《祸盈一角》 因为辞演令到角色临时改为横死收场 他说当时有神经敏感症 体重睿减 于是就想着急流勇退 当时的妙牵人 同时进军大银幕发展 其中一套代表作就是《投奔路海》 妙牵人虽然淡出娱乐圈多年 不过城中不少时尚达人 都认为他是最有时尚魅力 和影响力的本地原创icon 和第一个八集长剧女主角 他在剧中饰演富家女角色 每一日都伸穿一线的服装品牌 将时尚名牌带入公仔箱 妙牵人出众的气质和独有的个性 也吸引不少追求者 他因为拍《狂潮》 曾经和周润发约会过一段时间 但遭到家人强烈的反对 而他都看不出这段感情有什么希望 于是就向周润发提出分手 回复单身没多久 又遇上刚刚和恩贞离婚的谢妍 谢妍还不惜花费二十万 买了一艘游艇 第一个邀请上船的女性就是妙牵人 多年之后 谢妍接受智云饭局访问 提起和妙牵人交往的三年 强调对方当时的年纪太小 视他为晚辈 从来都没有碰过他 他后来又被香港恒生银行创办人 林炳嫌的二公子林秀峰追求 他们同行的相片 还成为当时的娱乐头条 不过最终都是分手收场 人家在等于两个亚物中的工作 帮助学者的权力 课言